今天上午歌手李黛默融流他人吸毒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法院经审理之后当庭宣判李黛获刑9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李黛默当庭表示不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 今年2月到3月李黛默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首开幸福广场的赞助地内 先后多次分别融流他人吸食毒品 后李黛默被查获归案并在当天协助公安机关将同案嫌犯查获 今天开庭仅10分钟李黛默就当庭自愿认罪 朝阳法院官方微博显示李黛默在庭上做最后陈述时刻表示 知道错了很后悔并连说三个对不起 法院认为李黛默主动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 给予从轻处罚 最终李黛默一审获刑9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李黛默当庭表示不上诉 那他现在本人怎么样 本人做得很好 现年25岁的李黛默曾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比赛 因演唱歌曲《我的歌声里一炮走后》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